究竟是多么凄惨的景象 让见惯了人间生死的厌尸官 也忍不住留下了悲伤的泪水 又是多么令人发指的罪行 让法院安排了医生待命 以防看见现场照片的陪审团成员 会晕倒在当场 大家好,我是Jason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发生在Lacey Fletcher身上的悲惨故事 Lacey Allen Fletcher于1985年11月25日 将生在美国路易斯安纳州 从10岁开始 她就和父亲Clay 还有母亲Shayla一起 搬到了只有900多人口的Slaughter镇 开始了温馨又平静的小镇生活 在周围人的眼中 她是一个来自于富裕的中产之家的女孩 很有礼貌和教养 就读于当地的一所教会学校 在周围的同学们的记忆当中 Lacey是一个热心善良 喜欢运动的人 她是学校排球队的主力成员 而且很多新转学来的孩子 交到的第一个朋友 也是热心的前来帮他们适应环境的Lacey 一般来说像Lacey这样的 出身家庭不错 自身性格也很好的女孩 今后的人生就算不会大方一彩 也绝对不会过得很差 但是从13岁左右开始 同学们就开始注意到了 她身上的变化 当同龄的女孩子们 开始纷纷的对于异性 还有情感 这些青少年话题产生兴趣的时候 Lacey的兴趣却始终和儿童时期一样 也许是注意到了和朋友们能够畅聊的话题越来越少 Lacey渐渐开始变得沉默了起来 甚至对于和人的沟通产生了焦虑的情绪 又过了一段时间 Lacey就从学校里消失了 这时她只上完了八年级的课程 之后她的父母Clay和Sheila 对学校还有周围的亲友们说 经过医生的鉴定 女儿患上了一种叫做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自闭症 已经难以适应学校的生活 所以从今以后他们会在家里一边照顾女儿 一边对她进行教育 就这样Lacey出现在公共场合 并且被人看见的次数开始变得越来越少 最后她的生活几乎就变成了 除了偶尔去看看心理医生之外 就都闷在家里了 而根据现有的医疗记录显示 Lacey最后一次去看医生 是在2001年她16岁的时候 至于当时她的精神和身体情况如何 从现阶段被披露的资料里我们还不得而知 总之从那以后 Lacey就再也没有去看过医生 也很少再走出家门了 2006年6月的一天 住在附近的一名妇女 在回家的途中 看见一名很瘦小的女子 正在路上一边慢慢的行走 一边抬举着手上的一个小哑铃 似乎是在进行身体的附健运动 因为平时并没有在附近看见过这名女子 她就很在意的多看了几眼 之后她就吃惊地认出 那名在做康复运动的女子 居然是曾经和自己的儿子 一起就读于教会学校的Lacey 此时的她应该已经21岁了 但是她瘦削的身材 还有长期不见阳光 而造成的苍白的脸色 让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而这也是Lacey最后一次被人看见 之后她似乎就完全地从世界上消失了 关于Lacey的记忆 也开始渐渐地消失在居民们的脑海当中 2017年 一名和Fletcher家关系很好的邻居 在和女主人Shayla聊天的时候 突然灵光一闪地问道 我记得你们应该有一个叫做Lacey的女儿吧 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她了 她是不是已经结婚去了别的城市呢 没想到Shayla在听了这个问题之后 就表示说 女儿哪里都没有去 依然和他们夫妻两人生活在家里 在看见邻居一脸错愕的表情之后 Shayla就立刻插开了话题 然后这个邻居觉得家家都有自己的难处 也就没有再多想了 之后时间又过去了五年 而一个巨大的新闻也即将震撼整个小镇 乃至整个美国 在2022年的1月3日 Lacey的妈妈Shayla拨通了911报警电话 她说自己36岁的女儿因为疾病而在家里去世了 当救护人员赶到的时候 第一印象是从这家人房子的状态 还有修整的一丝不苟的草坪看起来 这是一户条件不错的中产之家 想必房间里面也是收拾的井井有条的吧 然后他们就看见 这家的男女主人Clay和Shayla 正站在门外迎接救护人员们的到来 在进入现场之前 他们按照惯例 要先和这对夫妇确定房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按照夫妇两人的说法 他们在2022年1月1号元旦这天 离开了家去度了两天的假期 今天刚一回来就发现女儿没有呼吸了 听了他们的说法后 急救人员立刻就推门进屋 准备查看情况 幸运的话 说不定Lacey还有被抢救回来的可能呢 但是大门打开的一瞬间 急救人员就意识到 情况真的是很糟糕了 一股混杂着粪便 尿液还有腐肉的味道扑面而来 哪怕是他们立刻就捂住了口鼻 那种强烈的味道 似乎还在通过他们身上的毛孔侵入身体 让人感觉寒毛之术 未算正正的翻涌而上 如果按照一般人的本能 此事肯定会转身撒腿就跑了 但是急救人员们本着自己的职业精神 还是走进了房间 然后他们在一楼客厅里 一个看起来非常老旧的皮沙发上 找到了已经死去多时的Lacey 其实用沙发上这个词来描述当时的情况 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原因是急救人员可以看出来 因为被Lacey今年累月的坐着 这个老式皮沙发的中间 已经塌下去了一大块 形成了一个空洞 沙发上面的皮革还有下方的海边 都已经因为多年的磨损而残破不全了 而Lacey瘦小又干枯的身躯 就这样陷入了这个空洞当中 看起来似乎是和沙发融化在了一起 当然不仅如此 沙发上面还有周围 包括Lacey自己的身上 头发甚至是耳朵里都糊满了他自己的粪便和尿液 在被发现的时候 Lacey只穿着一件破烂的T恤衫 几乎是一不遮体的蜷缩在沙发上那个凹陷的洞里 他保持着往左边侧卧的姿势 两只眼睛睁开着 嘴也大大的张开 露出了上排的牙齿 似乎是在用自己最后的力气 试图发出求救的呼喊 而除了满身的粪尿之外 更让急救人员 还有随后赶来的警察动容的是 Lacey的全身几乎找不到一块完好的皮肤 在初步检查之后 他们就发现 可能因为长期坐在这个沙发上没有移动过 Lacey的全身都长满了褥窗 而这些褥窗因为没有人照顾和处理 进而破裂发炎 成为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溃疡和恐怖的红斑 而这些腐烂的皮肉和粪尿的味道 吸引来了各种可怕的昆虫 对Lacey进行了叮咬 并且在它的伤口里缠卵 这让它的全身也遍布着昆虫叮咬造成的伤痕和骨包 苍蝇的蛆虫也在它的全身上下蠕动着 而在沙发的右边 有一个简易的可移动厕所 在沙发的前面还有个黑色的矮桌 上面杂乱的放着一些润肤液 一点婴儿爽身粉 一些空气清新剂 还有一包湿巾 这些东西表明Fletcher夫妇 偶尔还是会对女儿身上的那些窗口 进行简单的处理的 但是Lacey身上那些可怕的溃疡和褥窗 就算是专业的医生看了 可能都会挠头 又怎么可能是一点点的乳液和爽身粉 能够治好的呢 根据Lacey当时的状态 赶到现场的法医推测 这个可怜女孩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介于24到48个小时之间 而按照Fletcher夫妇的说法 他们是在两天前离家去度假的 所以很有可能当他们离家的时候 Lacey就已经死了 或者是已经进入了冰死的状态 究竟是怎样粗心的父母 能够忽视了这样的情况 依然开心的出门去度假呢 在被送到附近的医院之后 专业的验试官Become医生 立刻就对Lacey的遗体 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检查 而她在Lacey的胃里 并没有找到任何的食物残留 只有一些从沙发上面扯下来的海绵 甚至还有Lacey自己的粪便 可见这个女孩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了活下去 进行了多么痛苦的挣扎呀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眼泪瞬间就从早就看惯了 生死的验试官的双眼当中涌了出来 之后她认定 Lacey的死因是由于慢性营养不良 加上急性的饥饿 还有遍布全身的褥窗破开之后 形成的溃疡越烂越深 然后影响到了骨头 造成了骨髓的感染 这些因素的叠加引发了败血症 并且最终夺走了Lacey的生命 而且Become医生还发现 Lacey的臀部还有大腿部分的肌肉 几乎都已经消失了 只留下了被染成沙发皮革颜色的皮肤 这很可能是因为 她常年坐在沙发上造成的肌肉萎缩 根据掌握的这些情况 Become医生可以确定 Lacey至少已经在那张沙发上 痛苦的坐了12年没有移动过了 一对父母究竟要对自己生病的孩子 无视到什么地步 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呢 面对医生还有警方的这个疑问 Fletcher夫妇表示说 他们的女儿Lacey 患有一种叫做 B所综合症的罕见疾病 几乎是处于半瘫痪的状态 而她自己呢 觉得待在这个沙发上的时候最自在 平日里也都是在沙发旁边的一块毛巾上小便的 所以Lacey非常的抗拒离开沙发 而根据医疗记录显示 在2010年的时候 Fletcher夫妇曾经联系过一名医生 求助说女儿在闹脾气 不愿意离开沙发 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当时医生和他们的建议说 最好把Lacey带到医院来面诊 但是在这通电话过后 Fletcher夫妇却并没有带Lacey去看医生 医院方面呢也就没有继续的跟进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最后Fletcher夫妇又补充说 这些年来女儿从来没有和他们抱怨过 说类似于感觉身上的褥疮 或者是溃疡让她感觉很疼这样的话 所以他们也就只能够顺应女儿的心意 让她待在沙发上了 而且他们也并没有限制女儿的人生自由 她如果觉得有危险的话 随时可以出门求救 但是对于Fletcher夫妇的这个说法 警方表示难以接受 因为所谓的B锁综合症 是指一些病人在经历了严重的脑部损伤之后 会造成全身瘫痪 但是意识依然清醒的症状 这些病人往往只能控制自己的眼皮 然后靠着眨眼来和人交流 而Lacey身上的状况明显和这种情况不同 她依然保留着部分的肢体功能 甚至在饥饿到极点的时候 还能够扯下海绵送进嘴里冲击 所以她有很大的可能性 并不是一个B锁综合症的病人 她之所以表现出来部分身体瘫痪的症状 很可能是因为她的父母长期的忽视和不负责任 造成了她营养不良 肌肉萎缩 再加上全身的溃烂 最终夺走了她的自由行动 甚至是对外求救的能力 而且法医确定 Lacey虽然可能因为自闭症 而很难对外表达自己的感受 但是她依然保留着正常的感知能力 她依然能够感觉到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极端的痛苦 但是面对着自己那冷血的父母 她只能够摊坐在那个沙发上 泡在自己的排泄物里 忍受着日复一日的折磨 直到生命的终点 有鉴于此 法医悲愤的在Lacey的死因的一栏里 写下了凶杀的结论 然后在2022年的4月2日 Fletcher夫妇被捕了 这起案件也开始在媒体的报道下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很多当地人都表示非常的震惊 因为Fletcher夫妇是在当地备受尊敬的社区成员 他们拥有体面的工作 不菲的收入 在所有人的面前都表现得非常的热情和随和 穿着打扮也很体面 不仅如此 他们还是虔诚的信徒 每周末都会准时的出席教堂的礼拜 参加各种宗教活动 很难想象 这样一对被很多人当成奋斗榜样 并且每天把上帝和慈悲挂在嘴边的人 在自己的家里居然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 之后的一个月当中 当地组织了一个大陪审团 来裁决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罪名 对Fletcher夫妇进行指控 他们的辩护律师坚持说 Lacy的死只是一个不幸的意外 Fletcher夫妇顶多只能够算是过失杀人 但是本案的检察官指出 这家的女主任Shila就职于当地的政府机构 她的执法部门还有医疗系统当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也认识很多的人脉 只要她想 只要她开口 就能够给自己的女儿找到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但是她却没有 而Lacy的父亲呢 则是在当地的一家非盈利慈善机构里当经理 也是掌握了很多资源的人 所以他们夫妇俩 就算是自己无法亲自把Lacy照顾好 也是完全有方法 有财力去找到能够好好照顾Lacy的人 或者是把她送到疗养机构去的 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以最残忍的方法 让女儿日复一日的坐在腐烂的沙发上 坐在自己的粪尿里 最终死在了绝望和痛苦当中 在听证会上 验尸官Bickham医生也作证说 当她前往Fletcher家进行实地检查的时候 发现女主任Shila硬挤出了几滴眼泪 而Lacy的父亲Clay则表现出了一副默然的样子 真的是很令人心寒 然后她就拿出了一叠照片 给陪审团展示了案发现场的惨状 因为这些照片实在是过于刺激 进行听证会的法庭 特别安排了急救人员在场外待命 以防出现什么不测 而当陪审团员们看见这些照片之后 他们果然都纷纷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有些人直接当场泪奔 有些人低下头去 不敢再看第二眼 有些人颤抖着声音问 这些照片都是真的吗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 现场就陷入了沉寂 事后有人回忆说 当时感觉墙上的钟都停止了 因为这些照片的内容实在是太过刺激 所以警方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对外界发布 大家如果用Lacy Fletcher的名字 做关键词 在谷歌上搜索的话 可以找到一张打马的沙发照片 而现场那种恐怖的味道还有凄惨的景象 哪怕是隔着马赛克都能够让人感觉深深的不适 可想而知 当天陪审团在法庭上看见一系列的原始照片时 所感受到的震撼和恐惧有多么的巨大了 终于在2022年的5月2日 大陪审团裁定 应该以二级谋杀的罪名 对Fletcher夫妇进行指控 然后在第二天 这对夫妇就在美人交了30万美元之后 被保释出狱了 对他们的审判 预定会在2023年中进行 但是具体的日期到现在还没有确定 在交保出狱之后 他们也通过自己的律师对外发言说 他们深爱着女儿Lacy 也沉浸在丧女的悲伤当中 而且他们也不承认被指控的罪名 对此很多人都推测 Fletcher夫妇在女儿患病的前几年 可能还是在积极地帮她看病 并且细心地照顾女儿的 但是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 女儿的情况也并没有好转 他们的耐心和爱心 也渐渐地被消耗殆尽 这其实是人类很正常的心理变化 而当时呢 他们夫妇俩依然身体健康 有着体面的工作和收入 也有能力雇人来照顾Lacy 或者是把她送进专门的机构进行照看 但Fletcher夫妇的可恶之处就在于 明明有这些更妥善地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他们却极端自私地 选择开始忽视对女儿的照顾 最后发展到了 无视正处于精神和身体病痛 双重折磨当中的女儿 甚至在Lacy病危的时候 他们还开心地跑出去度假 最终导致了Lacy的惨死 这些都是这对夫妇犯下的无可饶恕的罪孽 他们也应该为此受到惩罚 至于这起案子最终的结果如何 Fletcher夫妇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这让我们一起保持关注吧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一次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